其實我寫歌幾乎都是從我的生活體驗裡面感覺的 對像是以前的情歌通常都是因為我談戀愛然後我有分手這樣子 就是經歷這些離別或什麼才能寫出關於放假的歌 然後再來有些歌就是也有是我在當兵的時候的感覺 通常都是我經歷了什麼東西引發了我腦袋突然 有一個東西就開始延伸下去 我進演一圈之後寫歌開始比較慢 因為我覺得這個圈子腳步很快 所以其實很難進下來 那就是現在就在學習如何快速的消化 因為現在就是我只要一拍戲我就完全不會去想寫歌的事情 我必須拍完之後才開始回想說我這段時間經歷了什麼 然後有什麼感觸才能開始寫 然後有什麼感觸才能開始寫 那就是幾個月 有什麼事 我們都會找到你 還是嘅 是 才能繼續玩